喔 好漂亮 有難度 哇 這家好走的路 你看 好 現在3點多 要出門了 等一下要去室友買的飯糰 然後去載我哥 喔 好早 今天能把他走完 OK GO 咦 我媽起床了 阿嬤 你去啦 我聽說你電話怎麼打的 是嗎 是喔 我們準備了 那邊像泥巴沾 對啊 有了 差點差點差點 小貓 喵 現在是4點13分 一般入口在阿嬤 一般入口不是都走那個嗎 他就走南福利嗎 就是那個 LED補光燈 一般人家不是都從草堆裡面爬上去嗎 對 路邊有人家就說有個草堆 然後走 對啊 不知道 就是那裡 那後門 他現在多一個門的東西 是喔 不然人家走 對 他旁邊有一條路 走那個路口是比較快而已 你去哪邊 走那個路口 會比較快到 天空店 你有帶相機嗎 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怎麼這麼輕啊 我昨天 四杯五瓶水 沒有放那個大罐的那一罐 我就覺得還好 你看走到555那邊 也跟他兩個年輕 倒下去就躺著了 正常啊 我應該也差不多喔 我走到555基本上就很偷笑 不行就可以下去了 下切 381那個會比較簡單不是嗎 381 555都可以 55的聽說比較難 還好 還好 你的都還好 這裡有繩子 我以前的地方都買了繩子 是沒錯 但是要有體力啊 後面兩顆星星很亮啊 不過老實講 沒有燈還是走這一條比較好啊 你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 唉唷 好大聲 潘古蟬石 這有那個 潘古蟬石有這麼小 想回家了 蛤 這個上來實在是 這個還有潔壁耶 等一下上去那個 小飛 我每天都爬18層樓梯 爬了兩個月了 上面很像沒有 在下面 等一下是從這邊走 從這裡下去喔 等一下 那我想要上去 蛤 我想要上去 休息一下 等著太陽起來 我覺得我走到累了再休息吧 那 右邊這一條是劍龍梨嘛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另外一梨嘛對不對 斜的這一面 劍龍 然後那個 這個是第 第六梨 左邊那個是第六梨 劍龍是第五梨 劍龍跟他交叉口是381嗎 沒有他交叉口還不是381 他接住的時候再往上才是381 就劍龍你那邊 凹出那裡 我慢慢走 我慢慢走 哇這邊真漂亮 我哥很隨心的還在拍照 我有休息過我就慢慢走慢慢走 喔 我覺得真正這樣好像比較好用 這樣走這路我就OK 現在那個樓梯爬上來我就覺得太累 難道這是因為這是下坡嗎 對啊 等一下 上車的時候你還要丟那個 對啊 所以我想說至少要走到那個劍龍林起點 再來看看 那是第一個點 然後381 555 可以走另外一條會比較快嗎 你的上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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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一下 左邊 嗯 下去 我聽到吸的聲音了咧 快到了 等一下 快到下切了嘛對不對 不曉得 那我們到下切的時候休息一下 我換個電池 不曉得 你 你這什麼態度 其實我也不想走劍龍林啊 我以前覺得走過半瓶山 就值得了 以前走半瓶山的時候已經查到有劍龍林了 只是那時候劍龍林都沒有 很少 很少有那個 比較詳細的那個 路徑啊 什麼的 太陽出來嗎 哇 太陽出來了 看不到 廢話 現在五點多了 這邊 這邊 這邊view不錯啊 對啊 好漂亮 五點零三 已經日出了 現在五點零三了咧 不是五點零二嗎 五點零四 五點零四 從這邊 這個是 這邊七零 接上去接七零 嗯 然後我們是要下去了 它走到那裡喔 差不多 差不多喔 太狠了吧 然後這個是黃金八零 八零下去可以到南亞區 黃金八零是哪一條 上面那個 那邊有條路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一條 不是 不是小追路 小追路應該在裡面對不對 這一條是那個 那個拔 不會從這裡出來就拔 對啊 這邊結合三角 是喔 這邊也還可以 這邊是一個三角形 嗯 好 那個三角點條 這種還好啊 這種不是那種 樓梯直上的這種 哇 上去嘛 哇這吸水聲音 吸水聲音聽好久了 還沒走到 哥哥不見了 你再拍日出吧 沒有那個閒情意志 走 定點 修行 男子運過來都還OK 已經沒流什麼汗了 這個點呢 經常看到 終於走到這裡了 男子運 林縣 這一條 這條 喔 你怎麼忽然間跑出來 這裡下去喔 幫我拍一張 外面旁邊黑黑的沒有 我說那個鏡頭 你拍就好了 把這邊再一張 好 OK 你稍微喘一下 哈哈 而且還不錯喔 這不會 不會很潮濕啊 目前 都沒下雨 都沒下雨 我都有抓到 我都有抓到 我這邊會滑耶 腳不夠寬 信號腳夠長 啊 有 你覺得我連日出 都沒有那個閒情意志看了 你還會覺得 叫我看容 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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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一定好吃耶 好吃 你現狀 你現狀 差點 差點 差點摔下去 你跟你知道下巴 對啊 所以我腳夠長踩到了 你看 紅衣 紅背包那個嗎 那個是比較好走 那也是比較好走的 那也是比較好走的 那個叫比較好走 那個比較小 它在我們前面耶 所以要走七谷上去喔 要走七谷上去 那你要走哪一個 我可以射水 要射水嗎 還好呢 其實這邊有時候會看 那是比較好走 那是比較好走 它應該在上面一點 才會看到那邊 是喔 所以它走的還太快了 它走的 不是拉繩子 拉繩子不是右邊這個峭壁嗎 旁邊還有一條 旁邊還有一條 是喔 你看它就直接用走了 就要 擺一下擺一下 欸我可以打個電話接送嗎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耶 到溪谷了 聽了好久的犧牲 峭壁要從這邊走嘛 好啊 我們不要走峭壁好了 啊 要保留點體力 今天 想算 走一條 比較長一點的 好 如果走得到 半瓶3B請切口的話 會是保羅間嗎 喔 保羅間從頭 好 這要怎麼過啊 沒有看到我 這裡喔 蛤 你要拖鞋抱腳 不要 哇好多蝴蝶 那邊有人爬上去啊 你還是可以砸過他 對啊 他休息太久了 要過太多四溪了吧 老蝦 嚇了 上次蝦子在這邊 太遠了啦 好 喔 最壞了 看起來也是很難的地方 來吧 不行我再來 我再跟妳喊 哇 這叫好走的路 你看 太陽要出來了 你是在找路嗎 就好看 像妳旁邊 那裡 西谷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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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最好就有插腰軸 哪裏 西谷中間 西谷中間 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哦,秀燦 甚至镜头就到了吗 这可能需要一鼓作气上去再休息 但太累了 我先到0.2里再说 没有人像你一样还可以继续爬 那绳子会比较好走 那绳子会比较好走 那绳子会比较好 那绳子会比较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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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走 那绳子会比较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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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上去再下去 不用想太多 一樣都很韻 好,因為只要路上去是J5 J6 J6跟J5是J6 J6跟J5是J6 J6是A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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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算休息 算 要稍微休息的路 好 這條比較少人走 所以 走還蠻高的 這些走西谷上去 這感覺不是西谷啊 好 拿著那顆鞋 上去沒有遮太多 是嗎 好 很好 繞五五就來不及了 你覺得我走得完嗎 走不完 走得完真的很危險 五五到V行 V捷口還有一個走 要嘗試走繞正山口 雖然說那個人說很近了 但是他的很近 跟別人的很近可能不一樣 回家的路很近 其實這邊休息也可以啊 這個四腳亭 蛤? 四腳亭 非法路段 反正就直接打電話給我 還看他 海警有沒有差 還要投影 好 我先走啊 哇 看到劍龍林了 不是想爬坡應該都還可以 反正不行就打電話 是想像中的斗 如果想像中的斗 哇 這邊觀望就好 蠻強出去,你在外面等我去拿車 欸,有警衛嗎? 蛤?有警衛嗎? 警衛是很遠的地方 他根本捨不上 追得上我嗎? 追得上我 好 在出去之前就是休息課,然後衝出去 那比想像中的走 我之前就從那邊上 嗯 然後這邊 然後兩個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還不是381 接在一起再往上走一小段 可能要半 我們走要 跟這樣走要半小時以上才會到381 這 不用拿登山帳啊 今天走到381多久 不知道 你不用看什麼 真的很那些要 有點沒力氣 看水塘都要我喝光了 我這邊 衣褲這邊只喝掉一瓶 現在已經開喝掉第二瓶了 你需要嗎? 所以這就是劍龍 至少看到了 沒有 以前從草山下接下來 現在幾點? 6點半 6點半 爬了兩個鐘頭到這裡 到55539一半了 我們再走兩個鐘頭不會到達 會喔 要我的那種路 那個速度 讓我拍張 至少萬一沒有要走的話 至少也來過了 兩個鐘頭到這裡 太狠了 走一小段 要你先走嗎 要你先走 好 這裡要爬上去 好 好 這其實有點陡 有點難 爬上去看看 爬上去 好厲害耶 手機靠 都是這種路喔 有一些好走 有一些又要被釋放 比方說那一段開始 就是都是 像我們 從那個南指令到那個 溪谷那一段 但是是上坡 類似那種 至少爬過這一個 看到了嗎 蛤 這一個看到了爬過去以後 這邊 你可以從這邊就看到了 那邊 那邊接在一起 就這一段結束之後就是 上坡 但是他路況向南指令那邊 到溪谷那一段 大概是上坡 一直走到381嗎 不可能 到381 可能可以到381 保守一點 這樣走沒20公尺就休息了 所以我看到前面這山壁太難了 嗯 其實是你已經流太多汗了 這邊看到爬爬金山 不想看 那一座是哪裡 那是他們走那個路過來的對不對 走去 峭壁要經過那一個 好像那兩個小山啊 喔 我們是直接從旁邊這樣繞上來 這樣我們的比較好走啊 是喔 然後我記得 登山口之前有的那個 要往下攀的 所以看爬那峭壁 爬得比我們高呢 對不對 浪費一些體力 對 回去不可恥 頂多影片不要PO而已 對不對 今天要決定要怎麼走 回頭的時候 我還沒有打算回頭 那個 保羅先不要找我 保羅先還好走過這個 是喔 小墜路我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不要到那個什麼 大小鬼了 大小鬼會很難嗎 問你一定說不會的 大鬼從西邊走上去還好 要不然就要塑溪 你那旁邊可以放水吧 對 對 我在看一下這個路 我們走多久了 養了半鐘頭走到這裡 還在路嗎 看到一下還在路 唉唷 大關丘 這邊 其實只從 這走哪邊啊 旁邊 左邊這裡 可是等一下下來也有點難 對啊 那我們等一下測試一下從哪邊走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小墜裡 然後 你要看下去四角亭還是按照遠路走回去 這個 這個雲膽 找直勝機來吊掛 對啊 假設 假設下去下去 我覺得是可以到大鬼看一些 因為小墜路嘛 我們應該把 那個 劍龍泥這一罐卡掉 直接切 劍線小墜路就好了 沒有要上劍龍泥 對 好 走回去了 我體力應該不夠 這回去也是很精彩 我想我一輩子應該沒有機會再來劍龍泥的 因為我已經帶著你走了 你已經走過幾次了 四次了 今年吼 看這走下去很恐怖好不好 來去小鬼 拿大鬼看 用路的就好 好 這樣太狼狼了 等一下有人在 我以為我們就會面試一下 面試一下 面試一下 就老實說就好了 等一下沿路看過去沒有人過來啊 沒有 自己已經錄進去了 不聽聲音就曉得我都是用屁股坐著下來的 我覺得前面也很硬耶 前面這樣走上來 假設我覺得你前面走這一站覺得很硬 方便就不要講 對啊 其實最主要前面鐵力已經用光了 安全 安全 好 下次我們再去走茶壺山半屏山吧 我覺得那一段對我來講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你走那個 有聽風好難不是嗎 我要先走一段半屏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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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熟悉的 熟悉的至少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我們到大鬼之後 就 往西邊走 然後 上切到我們剛剛下切的地方 我們剛剛不是下切下來 對 然後我們再走回去 好 好啦 我們這一趟改成 小追路古道之語 小追路古道輕鬆自由期 然後我們在那個 小追路那個路口有沒有 我們假裝說我們來去看一下 建龍民的那個路口就好 好 好不好 這誰了 走這一段多舒服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回去最難的就是那一段而已 溪谷再切回去而已 那我們就走溪谷 不過那一段也很長 假設走這邊 最少是那個溪谷的 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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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追路也是 也是下切從那邊上來 嗯 到那邊然後再走過來 然後回來 就發現這邊越小越是從這邊走 其實我都已經講好退路了耶 最慘的就是從381下去 沒想到竟然是從建龍民登山口回來 如果運氣好可以走到555 555 我覺得走555的話 再走到V型切口其實也差不多了 如果能走到555的話 如果能走到V型切口 老實 你聽我講 我走到V型切口 我已經有後路了 我已經應該還沒講好 好 這是現在上來的路 這是我們去小追路 我們今天主要行程是小追路 幹 走了 其實 這一次走小追路還有的原因就是 建龍林爬不上去 我本來想說 爬完一次建龍林下次還可以來爬小追路 但是 我跟我自己講 我不會再來了 所以這一次把小追路跟小鬼瀑布解決 大鬼 大鬼瀑布 這邊 上去是 那個60 然後接那邊50 上去是60 接建龍林 對不對50 50是建龍對不對 對 在導人台裡面是建的 建的 建的 然後是接免花的 我現在感覺揪起來輕鬆很多 哈哈 我這邊從草山接下來就是從這邊走 然後那個 峭壁比這個還要長 然後就沿著峭壁中間 有一些路 有一些沒有路 然後這樣子 我現在 休息的時候打電話給他 叫他不用stand by 我要回家了 哼 哇 漂亮吧 哇 其實 還需要休息 哇 哇 整粒都濕了 我先喝水 其實沒粒腳部會浮穩 嗯 對啊 預期的要找回家 一盒要接來差不多要接點 小追路 小追路 GO 裡面太暗了 頭去撞到 等一下會有越近 是喔 其實不要蹲下來喔 是喔 喔 塞電老師耶 現在太狼狽了啦 哎唷,頭有點撞到 啊 傳說中的小墜路山洞 傳說中果然是傳說中 不要來啊,這樣就傳說就好 等一下,你開到橋軌就好了 你開到大軌 啊,下街還很難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看到大軌之後 我們回頭下街 再去走大軌 沿著西邊去找大軌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去看小軌 看大軌 為什麼要看大軌 大概20公尺不知道 好像什麼 好像看到了,回去了 沒有,還沒看到 好,這是什麼瀑布 大軌 你上次游泳的喔 太遠了 你上次幫我開 不要 不要 要嗎 要嗎 換你過去啦 換你過去啦 好,快抖耶 沒問題 可以 先幫你 劇中 好 噴火 好 穿著 太陽了 裡面太陽其實太不太高 就是蹲著走 不要想要頭抬上來就好 哇 走 下切回家 好嗎? OK 可以 再下切西服回去 可以 去休息一下 买zzzz verde 葱 15分钟 4分钟 5分钟 4分钟 15分钟 這有那種感覺齁 我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對不對 我溜下去就好了 啊 啊 跟我赤腳要跑 四次要幫你之前的感覺 這邊是要下去的嘛對不對 先到溪谷再說 下切回家了,很恐怖吧 要分兩支嗎 可是我會拉繩子,你也會拉 這樣我哥下去就這樣子了,我還要 可以 可以把他拉繩子嗎 可以把他拉繩子嗎 我想要領那邊喔 不是走這邊嗎 不是走這邊嗎 那邊好走 好 這就是石頭 還好 我覺得我要不要去拉繩子 嗯OK可以 你過了 來吧 可以啊可以 狼狈一點下去就好 反而比較省力去 應該這邊也綁幾個布條 有些人走到這邊我也想回家了 我是說我 這邊走回家人家就直接那個了 直接走回去開車就好 對啊 開到底了 蠻快的嘛 體力OK 這沒有那麼累 我走你這邊啊 上去走路 直接用骨雷 我應該是 沒有機會來劍龍嶺了 我不會再來的 我們剛才是走這裡來的喔 蛤 蛤 不是嘛 對啊 我記得沒有這麼滑的路啊 所以它 前後帶的路不一樣 這下得去嗎 對啊 看起來可以 OK OK 現在應該是走這裡上去 它前後路會帶不一樣 它走的時候很隨興 要走這溪谷回去 rete 我先走開 我們另外要去看小鬼瀑布 大鬼啊 我一直搞的沒有大鬼 大鬼先 我們先看一個迷你鬼瀑布就好了 這也算順水吧 好,回家了 最後一個難關 溪谷上街回家 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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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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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拉繩子 没有力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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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